语曲 李宗盛 这地方似乎本来应该有什么东西 是面镜子 曾是霍庸之物 往后就不知所踪了 诶 这有封信 落款是玉池 玉池 我梦中那曲子是从这传来的吗 无儿亲起 若能见此信 如应已有籍贯之姿 寻依母亲容貌 必为是偏偏君子 念及至此 无心甚畏 两儿 依为父安排 你即能入此间 便已为其主 需熟悉左右 其一 辱生而非凡 忧成已与你宿命纠葛 难以剥离 未来诸事都将牵涉其中 其二 忧成乃乳虫生之所 乳降生之客便妖 无与母亲悲痛难意 寻觅四方之法 耗尽光阴 既得此间绣药之阵 将乳虫换明事 然 忧逆天长 必受反施 乳莫怪父亲母亲无法相伴 时已竭尽全力 乳之母亲骤然离世 而乳亦时日无常 因而主地听 将乳送至那位可信之人处 令 嗅药之阵 复生之法已不可成 乳若想唤醒往昔之人 可入化荒之境 其间自有办法 乳儿 为父一生曾有诸般所求 但至此刻 心中仅于两耳 姚姬 未来之事 无疑有所安排 但作何抉择皆有辱为 只有一事 两耳 必不渴望母亲之名 姚姬 这是 我父亲的信 玉池哥的父亲 啊 孤岛前辈以前说的 但 不是 年纪对不上 莫非真的如他所说 玉池哥是死而复生的人 你的父亲 玉池 你的父亲究竟是何人 我 不知 只言片语均是听旁人所言 没想到我竟真的是在此处复生的 但代价是我父母的性命 玉池 你没事吧 我 我没事 只是 只是没想到 明皇当初说的 罢了 我们去寻花荒入口 花荒之内 有可令玉汐复活的法子 没 道地界 从没听说有什么复生之法 难道鸾 嗯 什么声音 你背包里 还有你的手臂 怎么都 再发光 是 是从那水镜上拆解下的 这是 什么 似乎是水镜上的技巧 和印记产生了连接 玉池 你看见什么了 玉池哥 玉池哥 你怎么了 你 幽城内出现的那人 是怎么回事 那是卢侯 但却也不是卢侯 这是个久远的故事 我也是从十二书醒的见识口中听过一些 他送走那个 可与他相伴一生的人 将其从即将封锁的城内送走 自己留了下来 他不记得自己究竟在等谁 但他记得自己在等一个人 那 卢侯呢 父神 本身念画而生 其实也就是卢侯郡主的信念演画而生的 他成或有躯体 据说是在被驱逐的时候被封印在明界 他有时依旧想毁灭明界 但因为见识之故时而混乱 而见识想要得到自由 只要 只要卢侯找回自己的躯体 是 但那时候 卢侯或许 依旧会想要面识是不是 或许 但这只是或许 父神的混乱之念 有时是因眷逐之念 又或许 或许是被什么影响的 一切 等于西回来再说吧 哼 自以为能救世的可怜人 结果如何 你再说一遍事实 哎呀 别吵架了啦 都别吵 现在主要目标 就让他余姐姐回来啊 地曼之力让楼兰下部复原 是什么道理 总归不可能真的是水流 将服务飘来飘去一样吧 而且为什么地曼自己复原了 楼兰下部份的位置 还正好对上呢 我也不知道 但地曼之力 既有一说是呼应星耀之令 是星耀倒影 又能支撑天幕 想必是石轮 是石轮的力量 这起见的联系 应该只有石轮了 没 老问题没解 新问题又来了 这回总不能找回石轮宫去问吧 难怪鸾丹丹串让我来确认石轮遗鬼 又说起法证 他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哼 对哪日活着那不动尊者 自然的问出来 嗯 这是 这是在哪儿 马车上 我们就快离开西都了 正等城门开 我们跟了商队的车 一路穿过西夏地界 从陵南后 宋境从陵南南入 我们便换一处进宋边境 地界通道应当 在宋境内 尖地界 怎么到这儿了 我记得我 晕倒了就 阿璐说 带你找地界之门复活于兮 于兮 小布点 你知道地界的通道在哪儿 他 他 他当然知道 毕竟他是 搜 人肯定就在附近 通知城门严加盘查 绝不能放他们出去 什么人 是 接你们的马车赞躲躲 就一会儿 但本 我出的城去 并不在大脚之尾 金兵是在搜你 这 不是不是 我只是 这马车 停车 车员下有兵戈 什么人 去通知蜿蜒大人 哎呀 都是你 好烦呢 我们有要事 偏被你搅和了 我 我也不是故意的 我下车就是 哟 真不巧 逃跑到半道儿 就和追兵撞上 少爷最近 实在是在走被子人 哦 是他 喂 你们 是在找我啊 快来人 抓住他 放走你的那个 小黄毛丫头在哪儿 放走我 少爷我有手有脚 逃跑 怎还要人帮忙 刚在车内听声音 就觉得是英雄 果然 每次看见他都是麻烦 快帮忙 离开这儿和你们说事 事关重要 哦 这样啊 这回就再帮你一把 你们出城 我来断后 殷少侠这是 啊 殷少侠真真是风流天下呀 带着和亲来的帝鸡 这是想去何处啊 常言道 金风玉露一相逢 便胜却人间无数 帝鸡 在下冒昧问一句 此事您觉得如何 你 你放肯 在下不敢 只是来请帝鸡回去 不想这会儿居然还遇见了几位故人 从大漠封沙到这旧石赵都 真正是得说声 有缘 嗯 不好意思 看来是你一厢情愿 啊 既然这样 那在下恐怕就得得罪了 这人什么毛病 说他一厢情愿 就说 拦着他们 哎 怎么没见鱼蜥啊 你到底有何要事 又怎么好端端就到这儿来了 快说吧 怎么到这儿就不提了 反正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我说的要事 还与这位姑娘有关 还是让这位姑娘来说吧 这几位就是殷公子的顾骄 听闻你们曾从吴将军处 得了一本山河志 这山河图谱 果然是在鱼池手里啊 银银告诉你的 是这般 你的要如何 此物乃是我朝遗物 却被他私交于你 哼 若不是因为此物丢失 我朝今日也不会偏安一语 你这人说话倒有趣 既是想说此物该交于你 那莫不如一句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就结了 李佑姑娘 赵姑娘应该是没有这意思 我就是这意思 不用您公子粉饰 想来 这位公子也不会将此宝物奉还 这是我父亲的东西 嗯 什么 我说 这是我父亲的东西 提什么奉还 听你所言 吴将军身死 莫非其中还有他将山河志交于我这层阴游 为将者本就当是父王手中的兵戈 兵戈藏私 那自然 够了 这位公子 这位公子 你什么意思 你们天玄门私自寻地脉 是大逆不道之罪 你若敢 你想告诉谁就告诉谁吧 我天玄门不是四象门 就算山门不在 偏安南路 也不是你朝天的走狗 今日逃离 多谢你相助 但我和我这些朋友也帮你逃出西都 算是各不相欠吧 告辞 御师兄 我这和你们一起回赵敬 这通道就藏在这雾所云绕之地吗 御师兄 这就别过了 我需继续南下 去查探五年前所谓的四象门之变 告辞 江湖再见 再也不见 走吧 我们得早日入地界 寻法地复活于西 这段十日入梦再见于西 却觉起影像夜间模糊 总觉不是好事 总是不安 那就快走吧 尽快入地界 免得夜长梦多 这山内到底藏着什么力量 竟能令人不自觉产生畏惧 跑 南南快跑 个老子的 鬼东西 我老子这儿看 爷爷 跑啊 这些妖魔 莫非是 妹 罗魔 姓善 他们怎么跑出来了 跑出来 从哪儿跑出来 咳咳 什么哪儿不哪儿的 快救人啊 那个小女孩 与我们距离太远 她在悬崖那头 南门 眼夜在 不怕 这两个平民 绝非等闲之辈 你们一直追着我干什么 我说了 这儿的事你们知道就可 其他的 我自会解决 少主 姿势体大 还是我等一并合力 你 合力 你算什么玩意儿 你以为你能帮上忙啊 少主 但是这几个人 和你 你们 没关系 这几个人的事情我自会解决 你回天宣门去和门人说清楚 别和那些门派似的到处插手 自以为聪明的人从来死得少 我 说这些 无非一句早日今日 何必当初 哼 是啊 为什么和我说这些 或许你是个合适的人 有些事 关系太密切 有些话就说不出口了 OK 路 这儿就是鬼明谷 嗯 从树下的通道就能进入地界 小布点 你究竟是如何知道这些的 都说了是族中长辈提过的 走吧 这十碑似乎记录了什么 这些文字不像宋文 亦不像吐蕃文 可为何我仿佛能看懂其间寒意 人族贪婪 驱天下诸侯 争久离于拙鹿之也 我族会以敖战 兵戈碎裂 血液山河 池游消涌 然不敌万千甲咒 陷落重围 立捷克 风突至 首级落地 久离崩散 皇帝遣车寺 驱我黎民入地界 后右头九鼎一声山川 昼献光明于人世 迫我黎民不得重返 卑劣人族 忘乎所以 竟称此意山海光明 今无助此悲与久离入地界出狱已会后人 勿忘此间之恨 鬼明谷这块地原本是地界的 但又随地脉转动流转了上来 怎么做到的 你 其实是幽姬 对吧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反正你也快瞒不下去了 承认了又何妨 羽迟现在也不在这儿 要不是为了救余姐姐 我才不会露笑 你当谁都和你似的 藏都藏不好 之前就想问你了 你到底跟着来做什么 幽城也降了 你的目的达成了 好 余西 我不想她死 哎 为什么 之前我们不都是你死我活的 哼 你都说是之前了 往事罢了 提这些又作甚 何况 她 有时候总让我想起过去的自己 在尚未见到苏醒的见识之时的 自己 你说的是那个素发鸿蒙的平体 是 她时而会说世间总总之美 明沙之音 花落之姿 苍茫大漠 于她言语间却又是别样风月 而现如今风花雪月 我不觉有何赏心悦目 却也觉有不同幽界风采 怎么回事 鱼齿哥 快让开 有东西出来了 什 什么东西出来了 啊 一别百年 没想到今日竟再够松醒 本以为要是那不轮不轨的迷魂 没想到是你们这些小鬼 看来是送上门来的灵财了 啊出来了 赤魔 嗯 嗯 对啊 因为风董人 因为风董是有点偏啊 都忘记这个人了 不过 不过他是在死前才 反悔 就是后悔之前做的事情 就是最后帮他 帮他收尾 就是转好人 OK好 左边有一个宝物 麻烦了 赤魔这怪东西一点都不讲理 若是不把他们全消灭在这 一定会酿成祸患 鱼齿哥 千万小心 在赤魔的领域内 回复咒法将会化成伤害 你们做了什么 放出这些地界妖魔 就为了复活一个人 竟是不顾会迷惑苍生 你胡说什么 根本不是我们做的 我们只是打算从这里进地界 别吵了 先联手消灭这儿的妖魔再说 见识领命 此处必须重新封印 否则 诸如罗魔魔火之流的妖物 又将重现于世 必会酿成大祸 你敢 小赵 你不是赵百年前 地界妖魔重现人间 险先要成大祸 当年中原 这儿可不是你的中原 你们天玄门 不会看地图怎么着 中原现如今 可不是在你们大赵手里头 小赵 此事我非作不可 你们要入地界 我无阻拦之理 但此处的封印 必须被重置 你们要与我为敌吗 你以为我们不敢吗 岳之兄 你和往日倒是不同了 这话倒有趣 谁人不会变 何况你这人 哼 想必此番余夕在此 也会说一句 彼此彼此 李游姑娘 你们既然坚持不让 那 鱼池高 我们不和这人一般计较 我还知道别的入口 我们走 竟然带他们到这里来 小赵看来确实是地界的游击 罢了 就算不走此处 想必他也会找到其他通路 玉韶容 没错 你遇见玉池他们了 是吗 我正打算去四象门 他们往何处去了 往 他追玉池几个人是为什么 这不重要 与玉池一行交恶 让我不好跟着他们前往地界 但线下倒是可以借着他的由头 呃 韶容姑娘 不如我们一起啊 玉池几一行再找地界入口 猜到了 但毫无缘故 幽姬竟带人进入地界 想来这答案应当就在那幽城内 可有那屏障的限制 但是我没法进去探查 你倒是有穿越那屏障的力量 可却被这些奇怪的规则束缚了 你有对我讥讽的闲心 还不如去查清罗吼的去向 若让他得到了时区 我即便是能留下性命 也要失去所有的力量 到了那时 你有我的约定可就做不得数了 不过神雀宫与十轮宫的人 此刻也都应当在找他 哼 这样也好 如此一来 幽界倒就能彻底落在我手中了 哼 奉劝一句 别讲太多 罗吼神由卷族念话而出 你当这是说着玩的 那些卷族 怎么会弃掉罗侯不顾 转来信你 等幻剑之魂彻底被我融合 他们信或不信都不碍事 不过地界这边 却着实还有我担忧的事情 你又想起什么了 哦 不对 我这话说的有问题 不是想起来了什么 是你的什么记忆又被覆盖了 这不是你需要管的 我只是想起地界的那个人 你和他很熟是不是 我可以去地界晃晃 但那个人 我劝你一句 别算计他 否则被算计的人 只会是你 鬼民鬼那个剧目 当真只是扶桑术 没 没 是啊 做什么问这个 只是好奇 日升扶桑就成了晃晃的路口 倒有些意思 嗯 其实还好吧 都多久有点的传说了 当不得真的 那我只是传说 那在鬼民鬼中弥漫的 究竟是什么力量 为何有被窥视的感觉 鱼池哥 今天殷公子的事情 对不起 不用 若鱼西在 应当也不愿 罢了 提这些都无用 鱼池哥 我们去封灵台 那处也有入口的 阿璐 不用管他 让他自己待着就是了 但是 倒是你自己 小心这点鹦鹜邪此人吧 我 为什么这么说 天玄门的少主 不会真是个见人就笑的圆华之辈 他祖上着实厉害 是个人物 但而今 凭什么他还能是天玄门的少主 我 楼兰城下部分跟地脉转来转去 那会不会跟其他的地方也一样 你是说楼兰城的其他部分 也算是吧 如此说到却有可能 那破碎的部分 要去什么地方找回来呢 莫非家乡的路口不断变动位置 也是因为地脉转动 那 凤林台大树 怎么就没有变动了呢 神雀公的齋女不日前已发江湖帖 称这几人酿成祸患 不知还有甚阴谋 若是遇见了 当为苍生天下除害 刘不得 好端端的神雀公 居然也用此等手段 倒是叫人大开眼界 你们江湖人 想不到竟也听神雀公号令 阴阳怪气 果然 非我族类齐心必义 这几个人看着也非我大赵之人 用心险恶也实属平常 我们就不论神雀如何说道 但就论江湖道义 除去你们也是为民除害 见了鬼了真是 头上长脚了这些人 哼 想取我性命 放马过来 别和他们纠缠 我们从这边离开 别浪费时间 总觉得那阴无邪会一路跟来 此人古怪 似是被窜上了麻烦 我刚和我门人走散了 没想到居然遇见你 你没和御迟他们在一起 西少主啊 西少主有何贵干 这是四象门的人 我 我就是来和你说 那会儿在大漠客栈里头 将你劫走的事和我 四象门没有半点干系 反正事情我都听说了 但之前我不知道那春兰有问题 春兰 事与否如今说来都无甚异议了 不是吗 反正我已经回来了 不过想来你是不知西掌门行事 如此我怎能相怪 那这可是你说的 就是正好想和你打探件事 不知道清歌可否相告 什么事 你可还记得四象门那一人 名幻瞻云争 他 可是知晓与地脉相关那事 花花到底是什么样子 这花花究竟是一个国 还是和定土似的 有不同的国 这个好像不是吧 但好像又是 什么意思 什么是又不是的 别急啊 一一这不是在想要怎么说的嘛 幻荒大之三有分四大区块 幻海 玄海 幽海 明海 幻海在最中间 其他三海呢都围绕在幻海周围 这四海都不是真的水哦 这和定土可不一样 玄海是很大片的冰 幻海则是很大片的光雾 至于幽海和明海是很神秘 记载都没有 因为那两处传说一直在四处漂浮 没人去过 有些不超普的传说 说那两处是 一个是电伞雷鸣 一个白骨矮矮 也没见到有通路可以过去 本来嘛 幻荒内好多地方只能靠近镇抵达 但这些近镇究竟是怎么个原理 却没有人知道 似乎就一直在那里 损化了也没办法修 那个静镇应该是 只有还生结当中 阴前仰佑那个 那个静镇 传送到各地 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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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子 要是起用 有时候不小心被传送到 不知道哪里的地方 很可怕啦 那传送到幽都 又是什么地方 幻海的其他三海在中间 就是幽都 幽都其实都不是指国都啦 而是幻海周 周在的成片区域 相对其他地方 时不时就有身 有这样来说 比较稳定啊 所以啊 大多数的九黎族人 都生活在幽都之中 但其实画画内的生活 有很多族群 有九黎族 又有各种妖族 九黎族也不全都在幽都里生活 因为九黎族 其实有很多习惯 和传统是不一样的 所以不少九黎族 会找相对稳定一些的区域 去建城寨 多半一块都是一个低族的 更有妖族混居 有妖族 对啊 妖族其实也不都是坏的啦 画画中还有很多妖族 只是远离我们的视线范围呆着 自己也有自己的城寨和风俗 只不过很难找 所以画画究竟算怎么样 一一也说不清 没想说是九黎族的话 被同早年周天子的时候一样 算是王政吧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画画说不定还有很多秘密 没人知晓 说不准还有我们都没见过的妖族呢 没想到这样有一天 会成为江湖公帝 要是雨漆在 不知会如何想 别想了 来来去去江湖上无是生非的人 都知般得性 再说他们如何与你何干 确实 不过理由 我倒也好奇 你为何与我们同行 有事要办 顺道罢了 但我什么都没说 走吧走吧 我们进去 这里不对劲 有股 腐烂的味道 这地方 玉池哥 别往前走了 怎么了 嘿嘿 又彭自远方来不亦悦呼 许久不见了 听闻你们在寻重生之法 不如我们聊聊 明皇 圣女 没想到居然有天会这样遇见你 你若是要说想进幽城 那且就住嘴 此事免谈 嘿嘿 我自然想进幽城内 那儿现在可是个奇妙之所 当年我留在那处的创命之间 而今怕是能有大用 幽城尚不已然损毁 你就是进去了也无用 别谈这些没用的了 你方才说什么重生之法 其实我不是也不知何种才算重生之法 西年在拓魂曾为一女娃娃续过命 后游位 那大和尚你们也见过 她也是我之创物 免 那个不说和尚 是也 嘿嘿 你们没瞧出不妥之处是不是 难怪 大和尚曾不肯与孤刀相认 所言故人已为海陵王灵池 现如今只剩下不说和尚 原来此句还内涵此意 那红衣女孩她这遗体在何处 交给我 我自然能将其复活 这 遗迟 俞 修听她所言 于兮想必不愿复生于此人之手 且单论此人复生之人 那不说和尚 你就未发现其根本不出那颓痞的干驼四 圣女确实好见识 既然这样 看来今日是无话可谈了 不过 向来我是可得圣女这么个 前所未有的优生之物做实验体了 你们觉得自己能是我的对手 哼 是什么让你觉得你是我的对手 留下黎幽是不是就能安然通过此处 不行我怎么能这么想 要战便战废话什么 小心那鬼魄狮王乃是明皇创生之物 明皇可以密法负其微能 叫寻常狮王更加凶悍 好 先让我的造物陪你们玩会儿 有纸吗 哈哈 再试试这些 他们将以毕生供养于我 创生之物都与其造物主生生相细 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 圣女 你这妖生之物与这十轮迹体虽然特殊 但你们以为你们就能围棄创生之物 与造物主之间的联系 这就不劳你操心了 哦 你这是在回避什么吗 明知道自己死而复生 难道就没想过 鱼池哥想过什么没想过什么都与你无关 你是地界幽姬吧 你是在那个地方苏醒的是不是 你想没想过圆河地界一甲子便亦一刃幽姬 闭嘴吧 闭嘴吧 娶入婆娑平 居然会败在你们手上 不过无妨 我们都还有的是时间 你们 你们都听见明皇的话了 嗯 所以 其实我的家乡就是地界 画荒 知道 明皇所说 一甲子出现 这是有什么原因吗 而且 为何说是苏醒 我是在翻滚的魂疆中诞生的 不过 依着长老们与我讲的那些过往不同 我没见到上一任幽姬的脸 什 什么意思 幽姬只能在世间逗留一甲子 因为 只有幽姬的死亡 才能带来下一任幽姬的诞生 所以在新的幽姬苏醒时 能见到上一任幽姬的脸 你呢 幽幽 明皇说的那些都是什么 我 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若非当年看到了箭矢 或许现在 我都不会有一张完整的面容吧 仅有那张面具 是一样想的 虞姬若能复活 就算只能在一处待着 咩 真是你自己这么想 浴池 也不能为虞姬做这种决定 我 我知道 但忍不住会去想 华山已尽 想这些没有意义 或许吧 白手 那时候或许和我现在一样 是一样想的 浴池她父亲 除去在U神内给她留下书信 还有什么线索吗 你问这个做什么 只是觉得浴池她 有父亲着实奇怪 你说这事会不会是有人设计 浴池哥有父亲怎么会奇怪的 虽说一般形成江湖的大侠 都是父母酸网的 但也不是没有啊 浴池哥 浴池哥 你父亲给你留的信上 到底说了什么呀 明皇说什么死而复生 嗯 你们不是也看见了 没有 信上的文字 我们并不能识别 这样啊 况且那信着实老旧 或有三四十余年都有可能 呃 什么 或许真有这么多年吧 信上说 我本是无魂之人 无魂便谈不上活着 我父母为让我活过来 在幽城内进行了封命之仪 代价是他们的性命 啊 那 浴池哥 不不不 一一不是该叫你 浴池大爷 没 为什么你说自己是幽城之物呢 没有 但是幽影中自然诞生 之灵 也不是什么开心的事情 哦 和我在浴池里诞生一样吗 或许差不多吧 只是我不知道我究竟是在何处诞生的 有人说我以父神一般 其实也是信念所生之物 没 那你和罗侯不像啊 倒是和那个剑蛇很像 我其实本来与任何人都不像 但黑衣的模样 其实没有脸 什 什么 剑蛇有时候会苏醒 与父神完全不同 他没有丑合没有怨分 他与我说了许多事 大漠 我听我剑蛇是沉默的人 但我所见其实并非自伴 又或许他只是太孤独 太孤独了 孤独 渐渐的 我发现我想要一个样貌 于是 我选择与他相似的脸 就是你们放跑了那个天旋门的人 快 拦住他们 传令兵 快去通报 不能让他们回去通风报信 但我们已经通缉了 不能继续从城内走 得绕路了 好 好像有人跟踪我们 没错 是你 你 你跟着我们做什么 我想和你们一起走 什么意思 你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去 你知道接什么 有 那是 你 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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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能找到他想找的东西吧 你为什么被人追杀 意见不合 遇见不合 你不是一直一个人吗 语音公子遇见不合 我要杀进西家满门 他不让 他能追杀你 西家满 说好都不远 难怪平地都像剧了嘴的葫芦 就会说没错 你 你觉得 少蓉姑娘为何被追杀 为何想与我们同行 问他去 这事问我有何用 他应当就是玄冥教的人 你真不认识 认识 猜着他该是玄左 或是幽黄派来的 盯着我们呢 那 要么撵他走 我倒是觉得不如带着他 日后兴许有用 诶 当初我与你们同行的时候 你不也是这么想的 那时候只是为了客盘 现在是为了余夕 不一样 你这么说到也不错 客盘你一直不上心 也不知道你到底 为什么走上找客盘的路 倒图给我添麻烦 你此前说天宣门门派失误 咩? 什么天宣门失误 你们说过门派找人 找守的秘密 或许那不是秘密吧 就是个江湖传说的神剑 不是说消失了吗 应该就是这个吧 所以地脉有什么关联 你应该知道地界吧 其实地界也有传言 说是九仪天尊剑 是在地界消失的 所以不管是不是和地脉有关 他去地界都属正常 都是你小龙 你怎么知道地界的 我元属私下门 这样啊 你不提起来 一一都忘了 这事呢 但这和地脉又有什么关系呢 九仪天尊之剑 当初在神魔之尊传当中 命剑屏 把神剑直出去 跟持有的那个头颅的那颗 那个 魂石 砸向那个地方 刺向那个地方 然后 九仪天尊之剑就跟持有 埋入地 那个地界的幽海一面 就充实在那边了 然后神魔之尊传的结尾出现 那个 持有的眼睛的发光 大概就是这样子 地界的妖魔 真奇怪 难道是从鬼明谷跑出来的 照理说 风灵台的入口 不该有让妖魔跑出来才是呀 先别管这些 先解决这些妖魔 通过这处 没这么容易 你们看那处 妖魔是借由法阵出来的 得先将此法阵禁断 才能不让更多妖魔涌入 遇迟一行人 确实一路往风灵台方向去 难道当年在那封禁的 其实是处地界的入口 是你们四项门封印了那里 怎么问起我来了 就是顺口一说 你这人什么态度 真是的 地界的入口 随地脉流转而变动 若地界的入口 当年是在那儿被封禁的 实至今日也早应回转他处 怎么位置却没有变化 这个 清歌 你爹说浅门人 是为了寻那些上古法阵 探究法阵 与你们派术法之间的官吏 但实际上 还是为了探寻地脉中的 那件东西吧 你别信口开河 才没有 我们和那什么紫云空铜才不一样 四项门从没有称霸的念头 明明 明明是你们天玄门 一直在探查地脉 寻那把消失已久的破剑 我天玄门是在寻剑 可我们是为了这天下 与那些孤名钓鱼的虚妄门派 全然不同 你 你这人 我就是说说罢了 清歌 你其实是明白的 我和那些人绝对是不同的 若不是这样 你也不会帮我 是你 那日你在烽火台前说的话 今日都已应验 敢问一句 你到底是如何知晓的 有人能看见未来 但未来又在不断变化 你当下的每一个选择 都将达成未来的一种结局 若当初没有去烽火台 虽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但若无当初又何来而今 那你这回来此又要说什么 你们的举动 兴许会让千年前的约定将消散 也或许 那个约定已经正在消散 但那个最古老的生命 似乎是在等待着实现约定的那刻 喂 别走啊 到底是谁让你来说这些的 能看见未来的 绝对不会是你 说得皆是无可无不可之事 玉池 别管此人 我们走 这 这是龙 没 没错 封灵台之路尽已绝 飞鸟无度 你们要去封灵台吗 那可得从我的尸骨上 踏过去 果然 此时来的是十轮的计体呀 什么意思 你认识 认识我 没想到竟然是你 为何要说竟然 刚才你不是才说的果然 像早知道 还提我这十轮计体之事 我以为你什么都知道呢 只是未想到你流淌的血脉 竟然是那个人的 那个和我做约定的人 血脉 等等 你是在说 我的血脉关系这人 和你有约定 迷城既已生起 你夜已得到水净激扩 答案你就自己去寻找吧 我的时间不多了 来站吧 检查 不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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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神尚 historical 你認識我 是啊 但這並不妨礙你想解決我 是不是 我不認識你 別混淆的事情 那我們 就繼續吧 希望了 等一下喔 我先用 血刃直走 啊 沒有沒得用 把他選擇 凌晨 我們一定會 沒有 可以 只是 就 雖然 你 我 你 先 我 你 他 居入婆娑憑殺意 沒關係啦我都已經放了 準備這場打不贏再換了 希望是打得贏啊 哦 哇 1. 箭矢离 TG难测 因为墓砌很辣 oriz me Ou O O O 取入婆娑凭杀意 追取 融合 天机难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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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机难测